温水擦浴法 温水擦浴是指利用低于患者皮肤温度的温水接触身体皮肤 通过温水的蒸发和传导作用来增加机体的散热 达到降温目的的方法 适用于中暑 高热患者降低体温 操作前准备 护士准备 着装整洁 修剪指甲 洗手 用物准备 脸盆内乘32到34摄氏度温水 1分之1或2分之2满 小毛巾两块 浴巾或大毛巾 冰袋 热水袋 治疗巾 衣裤衣套 手消毒液 必要时被大床单及屏风 操作步骤 评估解释核对衣主 执行单 置患者床旁 核对患者的床号 姓名和万代 安置冰袋 将冰袋置于头部 置热水袋 将热水袋置于足底部 擦浴方法 暴露擦拭部位 下垫浴巾 将凝制半干的小毛巾 缠在手上 呈手套式 以离心方向 边擦边按摩 然后用浴巾擦干皮肤 擦拭顺序 1. 上肢 患者平握 露出一侧上肢 垫浴巾 顺序擦浴 侧颈 肩部 上臂外侧 前臂外侧 手背 侧胸 叶窝 上臂内侧 肘窝 前臂内侧 手心 同法 视于另一上肢 每侧上肢 擦浴三分钟 背部 协助患者侧握 露出背部 垫浴巾 擦浴整个背部 顺序擦浴 颈下肩部 臀部 擦拭三分钟 下肢 协助患者穿好上衣 脱去裤子 平握 露出一侧下肢 垫浴巾 臀部 顺序擦浴巾 宽部 下肢外侧 足背 腹骨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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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内侧 内怀 致下肢 下肢后侧 下肢后侧 裤窝 阻根 头发擦浴巾 另一下肢 每侧下肢 擦拭三分钟 擦拭后 为患者穿好裤子 撤去浴巾 撤去冰袋 及热水袋 协助患者 取舒适卧位 盖好被子 整理床单位 主患者 引温开水 整理用物 重要提示 使用低于患者 皮肤温度 32摄氏度 到34摄氏度 的温水 进行擦浴 这样可以很快 将患者的皮肤温度 传导发散 同时 皮肤接受冷刺激后 可使毛细血管收缩 继而又扩张 擦浴时 又可用按摩手法 刺激血管 被动扩张 因而更促进了热的发散 在温水擦浴前 先在患者头部 放置一个冰袋 这样 既有助于降温 又可防止于擦浴时 表皮血管收缩 血液集中到头部 引起冲血 同时 热水袋置于足下 使患者感觉舒适 也可减轻头部冲血 擦浴时 用力要均匀 不可过度用力 并轻轻按摩 以促进血管扩张 擦至腋下 肘窝 手心 腹骨沟 及裹窝等 大血管丰富处 应稍用力擦拭 停留时间稍长些 以助散热 四肢及背部 各擦浴三分钟 一般全部擦浴时间 为15到20分钟 体弱 寒湛 风湿病患者 不宜温水擦浴 前胸部 腹部 后颈部 及足心部等部位 对冷的刺激较敏感 不宜擦浴 擦浴后 取舒适卧位 并阻患者 多饮温开水 整个操作过程中 要注意环境的隐蔽 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 保护患者的隐私 健康教育 一 向患者解释 温水擦浴的必要性 和治疗效果 二 向患者讲解 温水擦浴的目的 作用和方法 三 指导患者及家属 了解 参与的方法和顺序 正确使用 热水袋和冰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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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